好亲爱的朋友 我们继续来谈蒋卫水 蒋卫水先生 只有短短40年的生命 在他的生命里面 进出监狱 竟然是很大的一段时间 而且对他的思想的改变 还有对他的一些 对社会的关怀 和他的积极的作为 都是很多在狱中养成的 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知道说 一位伟人他的伟大 那么在困顿之中 怎么样激发出他的 对生命 不止个人生命的斗志 还有对整个社会的 这一个冲劲勇敢 那曹根老师今天在线上 跟我们谈了好多 好多的关于蒋卫水先生 在狱中的这些作为 跟他的改变 那我个人了解并不多 所以我这里想要问一问 曹根老师 那个蒋卫水先生 我有两张非常印象深刻的照片 有一张就是 蒲浩明老师雕塑家 作为蓝本的那一张照片 就是他离开监狱 我觉得每一个人 他的同伴 几乎都是面带这个乌准 为什么蒋卫水先生 他虽然也是一手 拿着什么毛毯 他的书 甚至于有的人好像拿着 我觉得是不是有惯喜用具之类的 大部分看起来是比较潦倒不堪 那么蒋卫水先生 为什么还是双目炯炯 然后好像准备再来做什么 一番作为那样子的感觉 这张照片我知道说给蒲浩明老师相当大的震撼感 所以他以此作为蓝本 作为他雕塑蒋卫水同像的一个参考 曹根老师是不是跟我们讲一讲 蒋卫水先生在狱中 为什么有这样子的转变 不同于一般的出狱的人的一种气质 他的一个人格特质就是他心胸特别宽大 他的同志曾经说过 只要跟蒋卫水接触 你就会被他那个热忱 那个热量来感染 我想这个他一心要解救台湾人 他一定要有那一种能够去非常适应 市民政府给他的压迫 如果在这种压迫之下 他没有办法去承受 那他就没有办法变成 大家的一个榜样 一个表率 没错 那官越官 那明星要越高涨 一定要把这种气势把它营造出来 所以他一定要能够去适应 狱中的种种的生活 比方说蒋卫水在狱中 我们看到他出狱的照片 他好像变胖了 那张自警事件非常有名的照片 就是先出狱的人戴帽子 去迎接最后出狱的人 蒋卫水的卢夫人成田 还有我的舅公石幻常 那个时候也是出狱 我的舅妈也去迎接他 旧婆 旧婆 也去迎接他 我们可以看到那张照片 那卫水西医生好像特别精神异异 穿着蛮好的一个西装 可见那个时候他经济状况还不错 在我们如果看蒋卫水的照片 你可以发现他的生活 他的服装是随着他做社会运动 越做越久的时候就越来越穷 就他把所有的家当 成田也是 我觉得 他就把所有的资产 通通用到社会运动上去 那蒋卫水那张照片很好玩 我看那张照片的时候 我特别的去研究 就是说为什么卫水先生出来的时候 跟人家不一样 精神特别好 好像人也变胖了 那我因为在做卫水先生的研究 我把台湾民报是逐页逐页 逐字逐字的来把它阅读 然后把史料找到的就key在这个电脑上 那那个时候我发现说 卫水先生出入了台湾民报的报导 他说卫水先生 人家看到他都快要认不出来了 因为他变胖了 还说他是在狱中真胖第一名 是狱中的生活特别好吗 我不觉得 听说他还重了四公斤 那可是卫水先生在他的日记里头 他有写到说他吃的是六等换 其实非常不好 六等换是狱中最差的伙食 那也不是说日本人来虐待白面书生 而是以这个狱卒 以这个被抓去关的人换人 他的工作量来给他配给吃换 所以蒋卫水那个时候 其实他是吃不饱 那吃不饱 他就常常会做梦 他就说他常常梦到他在江山楼吃大餐 结果呢 吃得正高兴的时候突然醒过来 他觉得好懊恼 对化瓶冲击 化瓶冲击对 可是他为什么能够变胖呢 他一中里头日记他写到说 他如果吃到这个蟑螂屎 老鼠屎 鸟屎 有混在这个白米饭里头 他也是把它吞下去 他说如果你把它吐出来 那个好的米饭就会被你吐出来 你好像会哽咯会浪费掉 那如果咬到这个石头 你就把它剥破 因为身体缺少这个石灰值 这样的一些理论 我不晓得是对的还是错的 他真的是会苦中作乐 他就会苦中作乐 他会想很多的名堂 自己来苦中作乐 在一间影头 其实他就是一个小小的空间而已 那你要去怎样寻找你的乐趣 这个就非常重要 或者你没有办法去 这个劳其辛苦 谋其心智的话 那很容易就跟殖民统治 就妥协就达到他们的目的 那我记得在那个 我是透过江志德医师的诗 他阅读蒋渭水的《狱中日记》 然后呢 好像在监狱里面有非常 他很期待的事情 一个就是太阳君 太阳出来了 好像对他的精神上 有很大的那个安慰 跟鼓舞 还有一个好像就是放风的时间 可以出去走动的这一个时间 对他来说都是非常珍贵的 我们在《狱中日记》头还可以看到说 他为了要晒太阳 还把月屋脱掉 想要多享受一点阳光 那只要是阴天的日子太阳没有出来 他就会觉得很傲闹 那日本统治台湾的那个年代 那蒋渭水的《狱中日记》头有写说 既决穿红衣 未决穿轻衣 就是说已经被判刑的人 他的服装是要穿红色的 那还没有被判刑的是穿轻色的 那他们也一样是要放风 就是一段时间 就会让这个换人出来走一走 那那个时候放风比现在还要严格 还要戴面罩 对对 照着面罩 不让他们彼此知道是谁 彼此的交谈 或者彼此的那个 知道说对面的那个是谁 这管制是非常的严格 可是他们看体型也知道说 这是谁 因为同时被抓进去关 所以蒋渭水他有另外一个乐趣 就是他们在比赛快走 快走 还有呢 他在狱中里头 有的时候他听到隔壁房 那个林幼村咳嗽的声音 他觉得那就是一种安慰 我知道他在隔壁 那听不到他隔壁声 隔壁在那个咳嗽 他也听他高兴 因为毕竟他是被放出去了 他就会这样 然后他们的书也会互相借来借去 那同志也会写慰问信来 但是规定很严格 就是说 一个月你只能收花一次 所以后来蒋渭水就有跟他的头 跟外面的人就请他家人跟外面人讲 就说不要寄信来 免得有时候重要的信 你就没有办法这个来接到 那在狱中里头 他就是能够这样的随意而安 自得其乐 用文学的方式来抵抗 所以有人说 蒋渭水是台湾金域文学的一个 开山始祖 当时同时被抓去关的人 很多人也写狱中文学 可是有的人是用古典诗来表达 只有蒋渭水他是用白话文 所以林恒泽医师说 蒋渭水的狱中文学是 他认为是台湾狱中文学 最好的文章 而且我觉得他的文笔 文学性也很高 真的是看的时候非常引人入胜 而且会让你有很多的 很深刻的思考 他在狱中 其实他过了两个新年 就是一个新一年一个旧一年 那他在狱中里头 也听到外面在放鞭炮的声音 像这种种种的心境 他都把它画为点点滴滴的文字 然后及时的发表在台湾名报上面 所以后来他们被放出来以后 除了造成这种英雄的现象 精神互兴的现象以后 演讲者来听讲的人大大的增加 然后订报纸的人也大大的增加 所以那个时候台湾名报 他有登说各地邀请演讲的人 卢宇相 蒋渭水因为在狱中大量的阅读 阅读日本的明治维新 甚至于研究拿破仑 研究日本维新的知识 研究日本的文化历史 那他出来以后 他的演讲的功力就大增了 他本来被抓去之前 他是讲医学方面的 结果放出来以后 他就谈很多文化方面 社会方面 政治方面的主题了 等于是说 他真的是好像找稻田大学毕业了 而且他的思想也有很大的改造 好像从关怀人民的生活跟文化的部分 一直跳升到一个要从事政治改造 这样子的一个地步 所以这也造成他的晚年 也就是还不到40岁的年纪 就受到病痛的侵袭 然后就非常突然的猝死了 那么他的遗照 也是非常的著名的一张遗照 在他的生命的最后 就是躺在台北病院 也就是现在的台大医院 那周围都是他的家人和同志 杜聪明先生 陈其昌先生 石幻长 那么这张照片非常的著名 我在小的时候就看过了 看起来有点怕 有点害怕 我不知道那个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直到我后来走入 蒋灰水历史的研究 跟着你的脚步 跟着曹根老师 那才渐渐 对这张照片也是充满了崇敬之情 这蛮特别的一张照片 有人觉得很奇怪说 他怎么知道自己 可能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当时的照相是非常不容易的 没有傻瓜相机 都要特别去 特别安排 请人 然后带着毛玻璃底片的那种相机 来留下这种特别的照片 他怎么知道自己要过世的 我到现在也是很纳闷 所以也有人 有些摄影家在研究这张照片 就他躺在这个台大医院的病床上 然后四周都是他的亲友 他在那个时候留下了遗嘱 我们可以在当时的台湾日子新报上面 有看到他要过世的时候 那个 留下遗嘱的那个报导 说他留下那种 像孙中山那一种的遗嘱 就是尊尊告诫他的同志 要继续从事这个革命 革命然后还称他说不愧是一党的领袖 还有说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 对抗总督府做这种反殖民运动 还从事比战 虽然说台湾日子新报 常常对他从穷追猛打 不断的批判 因为他是官方的报纸 是代表这个总督府的报纸 可是对于蒋卫水的过世 我们可以从当时台湾日子新报的报导 可以感受得到他们对他的一个景仰之情 即便是敌人也是对他充满了敬意 蒋卫水过世的时候 听说连日本警察在他的这个大众仗仪的队伍 经过的时候都还跟他敬意 那大家对他还是蛮尊敬的 蒋卫水先生短短的一生 40年 那么说不完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再用几个小时来说都说不完 而且有各个角度的切入 那可以很轮廓性的来讲 也可以就每一个事情 一个建筑 一张照片 都可以更深入的来探讨 我们非常感谢曹根老师 做了非常深刻的研究 这个研究不止十年工 我看有40年吧 还有就是历史资料 资料 史料不断的在出现 那这是因为蒋卫水基金会 所做的事情 那么在社会上呢 蛮得到肯定跟那个信赖的 所以有很多的史料会自己跑出来 对不对 曹根老师 我觉得好像越来越多 常常有后代子孙看到报导 然后就会跑来 或者来参加我们的展览 然后就会提供一些照片 像最近那个林木土的后代 他来跟我见面 他就拿了一张 这张照片虽然跟蒋卫水无关 可是非常珍贵 就是林木土 杜聪明 翁俊明他们学生时代的照片 那蒋卫水跟翁俊明跟杜聪明 其实他们是住在同一间宿舍 所以这个原来不晓得 对出现了 连杜聪明的女儿杜淑淳女士 他都非常惊讶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 每个人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会有一个 很意外的 就是说关于你祖先的故事 会跑出来 那么大家一起来关心台湾历史 那今天非常感谢 曹根老师在这里 跟我们聊了这么多精彩的故事 曹根老师 以后再来 好吗 也希望 希望大家喜欢 大家喜欢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给我们鼓励 这个就是最大的鼓励 好 谢谢 好 我们以后再见